我叫小超 今年五岁 我叫任佳伦 今年二十九岁 我喜欢篮球 因为爸爸妈妈白天工作 所以我只能待在操场上 我喜欢篮球 因为篮球带给了我人生中一半以上的快乐 爸爸让我多吃饭 在电话里一遍遍地叮嘱我 让我按时吃饭 念球真的好累 感通告真的好累 我每天下午上完课都要去念球 念到十一点钟还要回家写作业 不过我已经习惯了这种紧绷的状态 我怕一睡着就会泄气 爸爸老是批评我 还不准我哭 爸爸已经不再批评我了 我也成为了爸爸口中的男子汉 我能听听自己的声音吗 我能听听自己的声音吗 喂 你是谁 我是任嘉伦 你是谁啊 我是小超 你现在在哪 我在学校的超场上 是不是爸妈去上班 没跟你要事 你怎么知道 我还知道 你现在想偷偷去打游戏 那我现在可以去吗 可以去啊 不过我要提醒你 最好跟爸爸说一声 免费批评 爸爸是最爱你的 女儿 我的天上 那我跟爸爸说一声 是谁啊 是谁啊 我现在是谁啊 你能听自己的声音吗 我下次又再来 是谁啊 我最爱喝的